我必须要5億回収 我必須要不妨礙 我必須要給你覚悟 你能不能嗎 職場內鬥一直是個比較隱晦的話題 表面看起來一團和氣 實際上卻暗潮涌動 今天為大家帶來一部超好看的職場鬥志日劇 伴澤直樹 20世紀90年代 背負著悲慘過去的大學畢業生伴澤直樹 如願進入產業中央銀行 同期入職的 還有杜真和靜藤 三人全都朝著各自行動目標努力著 泡沫經濟後 產業中央銀行與東京地銀行合併為東京銀行 伴澤擔任大阪西分行的融資科科長 堅信人本善的他 与新銀行家職責的同時 堅守著樸實道義 時間回溯到三月前 一家幫賽車定做發動閥的工廠 突然貸款遭拒 連上月貸款的5000萬也被回收 走訪工廠後發現 都是人工作業 沒有流水線 老师傅們的手藝肯定沒得說 實際上老闆為了打造超高品質配件 刻意這樣做的 伴澤提議 如果我將生產自動化作為貸款條件 請問閣下該如何應對 老闆表示 寧可倒地也不先讓 距離總行結算期只剩一周 100億融資目標還差5億 只要完成就能成為關西民和其實的第一分行 行長無論如何都需要5億融資項目 正好西大阪鋼鐵有資金需求 這次派了一位剛入職不久的年輕人 伴澤陪同福島 入場後發現員工極度消極散漫 電話也沒人接 社長根本不想鳥他倆 一直以來都在和關西銀行合作 民事突然換銀行 總該有點好處吧 現在是你們求老子貸款 別在我這兒講條件 回到銀行報告 這家企業有問題 最起碼讓我調查一下 然而行長執意明早就裸帶給他們 不需要抵押 但有利息的那種 經過一夜奮戰 年輕人擬定的借款協議存在瑕疵 伴澤還沒來得及修改 行長已經提交總部審核 號稱出事我兜著 這活自然落到融資課長身上 即便知道有問題也要全力照辦 無奈把那家鋼廠吹得天花亂墜 封控調查員一聽兩眼直冒光 為了解壓把好友敬騰叫出來打一架 老婆小花抱怨 人家分行長都在東京買了房 敬騰一家過得也挺滋潤 啥說我也有啊 伴澤表示 等我當上分行長咱也買 三天後東京總部向西大阪鋼鐵貸款五一通過 行長前野榮獲最佳分行稱號 通往董事的大道也更快了 有個叫大和田的常務和他關係不一般 三位朋友聚在一起喝酒聊天 金藤三年前是他們同一批中最優秀的代理課長 上層帶著期望委託他拓寬秋一人東口分行客戶 又沒求著你們貸款給我 在一個月後瞬間倒閉 負責人不知去向 行長把所有責任都推到伴澤頭上 畢竟他是融資不克長 高達五一日元貸款詐騙事件 將伴澤逼到事業懸崖邊 也促使他以重力輕易的分行長 乃至業內高層徹底決裂 回收五一成了伴澤最大難題 最近前野經常聯絡總部疏通人脈 強調此次貸款事件都是你一人錯 責任在於漏看了原本可以看出的假賬 這便是他的說辭 並且大和田常務也在用這個說法 這樣下去你很可能成為替罪羊不全責被踢走 所以無論如何都要找到鋼場社長 大和田決定幫錢也 但最佳分行榮譽要被撤銷 留給伴澤的時間只有不到一周了 小花來鏡藤家玩貌似明天鏡藤會升職 從表情來看既高興又羨慕 伴澤找分行長攤牌 拿我功勞還想搞我是吧 錢也裝可憐 讓他承擔所有責任 承諾兩年後 一定把你調回來 轉天抱的一線希望 四处寻找西大阪钢铁厂社长冬天夏洛 拜访了他拖累的竹下金属公司 正好发现老板伤到自杀 最下后自己点衰音过头 曾几何时 伴泽家也是被合作工厂骗 要债的络绎不绝 老爸制作的树枝螺丝又轻越结实 但银行可不管那么多 不还钱就收走抵押土地 不过另一家银行的饭田 非常看好树枝螺丝 然而老爸已经自杀离世 七年后接到产业中央银行录取通知 不是为了复仇 而是想改变整个银行业 醒来后被吐槽 差点你先没了 说明来以后 邀请竹下老板一起找冬天 竹下听到银行两次就生气 赶紧滚 伴泽直言 你不想让那骗子感到痛苦吗 我一定会逮住那男人 让他尝尝你我所受到的双倍痛苦 国税局来银行调查五一事件 带头大哥黑旗不好惹 以前是金融厅监察官 一年前他把另一家银行搞破产 这帮人利用权力为所欲为 可以要求银行提供任何资料 以上都是烟雾弹 主要还是调查某个特定人物 总之是这特别讨厌银行的人 他们删了硬盘内容 不过数据全被找回 伴泽翻身机会说来就来 一般来说 博士局是不会调查 有欠款而倒地的公司的 这么大张旗鼓不虽说明 还有一笔钱藏在某个地方吗 金融主动告知 钢厂会计在造船厂 协助做假账属于重罪 你肯定留有自保账本 还有一个问题 你们肯定逃税了 否则国税局不可能专门来查你们 财务被问崩溃 不说还不行 一旦中央银行报警处理 必然成为共犯 原来钱藏在一个叫卫数的女人那里 另一边金融不仅没升职 还被调理 这场内斗就是这样 很小的一个理由就能踢走一个人 不是因为做得差 而是你太政治 通过冰点终于逮到冬天 闻斗舞斗全不行 毕竟半则练过 可武功再高 也架不住老郎的男人 战都站不起来 肯定是内伤 黑棋也一直盯着冬天 最后还是让他跑了 捡起女人丢的硬币感叹 被女人秒杀 就是我的极限了吗 早上要进行听证会 小花让他早点回来吃饺子 人事部小墨增诱导中西 甚至你们课长 没有仔细审讯文件 看样子不用乐观 闻到半则只承认一部分责任 这个文件完全是按照上一行事 老子还没来得及审阅 就被发指总部 你们都眼瞎吗 那时前也说过负全责 小墨增不讲道理 认定就是农资客长责任 半则表示 你终于说了句人话 你们总部审查三天 都没发现假账 难道不应该同罪吗 西大阪钢铁财务 只有三年账本 看不出资金真正流向 竹下对照自己账目时发现 我没赚过七亿挣多钱 其中两亿不知从哪来的 光从这个就可以判断 至少从三年前就开始虚报 用三年时间逐渐将钱藏起来 西大阪钢铁的倒闭 恐怕也是计划好的 他一开始就不打算重振企业 而是故意倒闭 从中牟利 竹下决定一起揪出冬田 那个骗子 小花为了讨好副行长夫人而烦恼 虽说影响不太好 但最起码能为丈夫帮点小忙 你可不能输给他们 否则我们又要搬家了 转天负责汇款业务的山村发现 冬田一年前在我行开过户 收款方是东亚度假村 金额为五千万 那家公司经营国外房产投资业务 这五千万也许是买的国外房产 如果能回收也是一大笔钱 然而狗腿则出行长 开始设置各种障碍 道理很简单 前一旦回收 半则就能洗刷罪名 这样不就显得行长无能了吗 对了 还要下跪任爹呢 好在有桌下帮忙 一个不漏地找到西大阪钢铁的承包工厂 查看有没有企业和自己一样被虚报支付金额 终于查到一家叫淡路钢材的承包商 社长板桥也是因西大阪钢铁而倒闭 并且账上多报了三亿 至此又多加入一位难友 来到东亚度假村开发公司 假借买房知名套路工作人员 人家一听就知道是债权人 像你这样来我们就打听冬田社长的债权人 可是络绎不绝哦 这关系到我们公司信用 您慢走不送 原来冬田也有内线 就是板桥 让他把伴泽手上对自己不利的资料全骗过来 有位叫仓岛的老哥犯错 被大和田手下按穿调离本部 不过又被本人叫停 也许这人还有用 就先留着吧 先日的听取调查 你和汉沢科长的认识 你和汉沙科长的认识 你和汉沙科长的认识 我没有评论 当时在同期的行业 在同期的行业 这笔钱绝不能让国税局拿走 黑旗板银行翻得点朝天啥也没找到 扬言我要拿不到记录就把你们上报金融厅 银行不可能五亿国税 其他公司一听冬田名字立马闭口不谈 板桥借机想拿走相关文件向老人公问线索 伴泽觉得可行 回银行复印资料约定下午五点再见 原来冬田答应过板桥 等销毁文件后 五千万房产免费送他 才整了这么一出息 杜珍偷偷告诉伴泽 小路灯要把你调走 竟被大和田阻止 大和田是这样说的 人家轻而易举就能驳倒你 智慧与胸怀并存的男人不多见 很想看看他到底能不能收回五亿 就是说哪怕只收回五千万 收定也会帮半则 总之这是一次机会 靖腾最近比较惨 每天都被关在人事部禁闭室里 被迫做一些无关紧要的名册 由于大和田反复无常 钱也联合小木增搞了个零行才多 同事员内送来西大阪钢铁所有账户明细复印件 明早八点要向国税上交冬田账户 时间所剩不多 万则让园内一旦有人找你麻烦 请务必把责任推到我身上 下午五点三人准时相遇 资料毫不意外被抢走 这都是板桥套路 然而堂囊补偿红却在后 你个叛徒哥那烧啥呢 一开始就感觉你小子的对劲 因为他把冬田在国外的房产直接叫别墅 而自己只说过是房产 板桥解释只是碰巧罢了 那出租车又怎么解释 对于欠一大笔债的人来说 不会这么奢侈吧 板桥再次解释老习惯 既然都不承认 那你儿子在我行友户头应该知道吧 5月16号有一笔巨款存入其名下 阁下该如何应对呢 还是别应对了 你儿子只是个小学生 而汇款人就是面临倒闭的西大阪钢铁 板桥露出本来面目 那又怎样 反正资料被我烧了 竹下表示 你咋比我还蠢 给你的资料当然是假的了 但则继续施压彻查赃款 一旦报警你全家倒霉 同样也会告诉为你工作过的员工们 大家知道真相后应该会吃了你吧 板桥彻底下妙 说了别墅在夏威夷瓦湖岛 所以到早上之前 还问不出冬田在哪里的话 就把你做过的事全抖出来 与此同时黑旗拿到冬田账户 伴泽把余下工作 交给杜珍熟人顺利回收5000万 竹下也得知冬田位置 刚准备会和副行长又开始找查 然而同事们早已自发做好应对 所以还愣着干啥 赶紧走啊 等到了别墅 早已人去楼空 有位神地人偷偷报信 具体是谁还不清楚 杜珍又传来背报 黑旗抓到熟人法务把柄 就这样5000万被抢走了 伴泽没接到任何通知 后天就要进行零星裁夺 一般情况应该有一周左右准备时间 行长手段之卑鄙并言恶心 竹下查到冬田藏身处的房主 是关西明镇一时的小村会长 十年前因非法捐款嫌疑被免职 冬田前妻是小村远房亲戚 然后找朋友查了下 老头名下有30多套房产 小村听说东京银行被冬田玩了 特别开心 这老头特别恨银行 第一次见面没获得什么有用的线索 伴泽明天要接受零星财夺 把重要文件全疏散回家 小花听不懂什么疏散裁决之类的东西 这是前夜为了把我逼到绝境 故意谋划的 要被他找出漏洞就完蛋了 大和田不理解为了一个小职员这么大费周章 你们不许动他 我要看回收武艺 这样一来前夜就会被逼入绝境 可那又怎样 好久都没出现这么优秀的男人了 不过又临时改变主意 你们彻查到底 看他怎么应对 这关都过不了立即掉以 财多前一天 杜真获得情报 小木增和跟当辉田为前夜党羽 加纳和寺内虽然中立 却对小木增唯命是从 自己也在名单中 但肯定帮不上忙 这波他们可真要整死你啊 所以别留死角尽情发挥吧 大战前嘴炮环节少不了 三天临行财多检查内容为 随机抽选几十家企业 每家都是业绩恶化有问题的客户 桂田率先发难 零本工业持续亏损 怎么能让一个小年轻负责呀 接下来你会怎么应对 当然维持现状了 那家公司正在裁员 上一期因为要素退职金亏损很正常 好起来只是时间问题 答案就在失算表里 然而时间太短 同事们根本整理不出来 晚上再次造访小村 老头现在穷的就剩钱了 除了钱之外 什么都已失去 前夜党羽心情舒畅 还有两天 必定要把那男人拿下 有位自由作家 正在写关于西大阪钢铁倒闭的报道 伴则一脸问号 上来直接问了很多很多问题 现在正好却一位媒体朋友 他就来了 探讨会第二天 检查人的严格质问仍在积蓄 相比第一天 发现更多缺失文件 想免责基本不可能 慧田表示 从没见过这么无能的融资客长 伴则展开反击 我们大阪西分行融资客 提供贷款的企业中 约七成是有稳定收入的优良企业 而你们这次检查对象 却是一下三成 这次财夺从一开始就弥漫了恶意 不是吗 以上所说的话彻底惹入小无尊 另一边银行职员太太大聚会 行长老婆等于皇帝 副行长老婆马屁拍的震天响 讲道理 这种场合比职场勾心斗角更可怕 小花一脸懵低色色发抖 不知道该干啥 各家太太轮番朝贡 不好吃也要装作很好吃的样子 贼特么尴尬 钱也得了便宜还卖乖 总之结束后立即回报上层 小花比较实在 另替西进直接请行长太太回家 正好刚才吃闲了 想喝杯水 之后小花完全不够脑子 把怎么制作黑暗料理的过程 全跟行长太太说了一遍 总结 那帮人除了指指点点外 啥也不是 从谈话中能看出行长夫人通情达理 明知各位用意 但实际上对前野工作上的事 完全不了解 一心扶持家庭 两人应该能成为好朋友吧 中西心事重重 又丢了很多资料 最终探讨会开始 如果不挽回前些天的失态 就要面临被调职的危险 局势已完全倒向行长的态 有个叫高石钢铁的公司 自贷款以来已经连续四年亏损 不过这三年来 经营卓有成效也在慢慢盈利 报告会议记录就在各位文件中 毫无意外又丢了 丢了那可太好了 丢了才能反击 清单表明 高石钢铁的会议记录确实在里面 话说回来 怎么突然就没了呢 杜真第一个站出来反对 大骂怎么能这样侮辱我呢 但为了自证清白老子先来 这小子敢怀疑我们是小偷 那就证明给他看 就这样把所有人都嫁了起来 小木森强行解释被人陷害 中西突然站出来说自己目睹次长偷资料 他以五亿融资事故为要挟 敢说出去也要承担责任 反过来说我作为人事部次长 你想去哪都行 第二次长 我再给大家认为一番 中西突然成形 逆中 行长想结束才多 但是想多了 这场闹剧总该有人负责 小村女儿从伴泽那里得知老爸住院 女儿表示 不管你以前有多坏 作为女儿都会来照料您的 一周后大和田看到东京中央银行 被骗取五一日元报道 明确说明损失惨重的西大阪分行 在合并前 是继承就产业中央银行体制的分行 陆珍看望伴泽带来消息 小木增要被调走 伴泽已经知道东田在哪 竹下确认地址没错 还有一个奇怪的家伙和他在一起 下次董事会要对伴泽做正式处分 我方泽在研究前野和东田履历 他俩中学是校友还是同班 难怪不顾一切都要进行这五一贷款 他一开始就知道那五一会被骗走 再将责任退给自己 既然前野做了身为银行家绝不能做的事 但一定要找出证据 将他从现在的位置上拉下来 新农资项目半则被排除在外 然后前野就受到一封命名短讯 冬田让他安心 同学见面很正常 并且已经申请个人破产 别人再讨债 就等于犯法 临走时 看到车里纸巾盒上的图案 向某个金融机关 那里很可能有他的私立账户 调查部分交给竹下 小花从明天开始要去短期打工 前野发来短讯 我们只是同学关系再骚扰就报警 半则回复 你就等着受处罚吧 同事得知此事后也跟着上火 但还无法成为将前野逼上绝路的王牌 所以需要大家一起帮忙才行 人类拒绝参加 因为行长要他监视半则 尤其是发短讯的时候 不听话直接踢走 通过前野司机了解到 大约半年前 行长经常光顾关系城市银行 存者每次都会小心翼翼收在包里 董事会行长因不利报道 被金融厅紧急叫走 暗川把这件事的责任 归咎于半则独断专行 就东京银行的高牧认为 就产业中央银行出身的大和田 办事不必 大和田脾气也不怎么好 我们旧产业中央银行创立以来 董事会一直都是在这间屋子里举行 现在每次来到这里 身心就会变得凝重 也还在搞派系之争 不觉得可悲吗 半则不认可新融资项目被批除 同时钱也又收到威胁短讯 这张照片要是发给银行所有员工 肯定很劲爆 随后急忙出去查看 半则他们就开始翻找证据 找了半天终于在一本书中发现存款 上面写着 同则位数五千万 行长归来逃跑 已经来不及 好在人类解围 还是觉得无法背叛我们客长 爱砸得咋地吧 这五千万正是我们银行贷款给西大阪钢铁武艺的第二天 冬田通过墨树把报酬给了钱也其中四千八百万进了五阳证券 估计是在股票上亏本 目前还不能成为冬田和钱也勾结的铁证 之前那个标识查不出来 申请破产后谁也不怕 苦过当听到存折丢了大为震怒 让钱也必须毁掉半则 莫数梦想开一家没假店 没办法只能靠眼前这个男人 杜珍准备跳槽去别的银行实现梦想 无意间发现商标是纽约外资银行 并且只有东京有分行 他们每次兼并后都会更改标识 私人业务最少有十亿才能成为客户 如果冬田真有户头 五亿就能回收 竹下拍了很多板桥暧昧照片 冬田要是知道那就麻烦了 半则威胁我们只要全部资产名息和交易纪录 否则你懂的 然而人家根本不在乎 小花用自己工资买了个挺贵的皮包送给丈夫 认识到原来女人工作不仅仅为了钱 国税局黑旗也找到莫属 如果能把冬田私密户头告诉我的话 至今你所有违法行为都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最近行长总往东京跑 董事会正式下发半则处分 临走时大和田暗讽前野 下手的功劳被上次占为己有 上次的过错却是下手的责任 第二天又找到莫属 让他从银行贷款开店 我接近冬田就是为了他的钱 半则不管那么多就应推各种贷款产品 你有五百万做首付的话 就能拿到一千五百万贷款 流程不用操心我来搞定 堂堂正正借钱 堂堂正正负债 等你进了翻盖或滑盖小盒的时候 自己也会为自己骄傲吧 半则明天会被调到东南亚某个小企业 一旦成为事实意味着银行职业生涯结束 小花还找副行长太太算了一挂 结果同样八九不离十 然而还不仅仅如此 莫属竟然投靠国税 把所有事交代的一清二楚 按照约定 黑棋会放开 半则和小花说了 银行逼死自己父亲的事 但也是银行拯救了我和老妈 老爸曾说过 如此渺小的螺丝 支撑着整个日本 就像无数微光 笼罩着千万人一样 我的目标就是往上爬 不是为了金钱而是改变银行 明天终战 听天命 尽人事 转天国税全体出动 冬天插翅南飞 只能让莫属带着各种存折逃跑 之后又把东西交给黑棋 行长今天特别开心 先聊聊美甲店的贷款 都到了这种紧要关头 还在谈这种东西 再一琢磨 貌似在拖延时间等着什么 可冬天那边已经被国税搜查 不论怎样钱都收不回来 原来是半则的计划 莫属根本不知道 冬天把私利户头藏在哪 所以必须冒险去国税检举一波 冬天被搜查 才有可能把重要资料给莫属 没想到 他会用摩托快递的方式寄给我 虽然有背叛的可能 但没有更好的办法 只能放手一波 冬天实际上有12亿在外资银行 5000万打款记录 和前夜户头上一致 铁证到手只是开始 不可能这么轻易放过他们 别忘了十倍奉还的承诺 大和田非常惋惜半格这位人才 要是能闯过的这关就好了 回到家等待调令 很可能会被派往东南亚 小花有点失落 可是已至此 还不如高高兴兴接受 前夜一家开开心心去水族馆 再次收到久违的短讯 把收5000万的细节 一字不差地告诉她 不承认没关系 范泽准备把存折上的交易记录 发给银行和媒体 以铁定进笼子 家人也会被媒体包围不得安宁 除非向银行和下属承认罪行 接下来就是让冬田破产缓解 竹下和伴泽开始说相声 有个叫什么纽约的外资银行 竟然有个蠢蛋 存入一大笔钱 对了 有12亿被冻结哦 国税的人彻底傻眼 伴泽让他们回去报告主人 想分一杯羹 就低下头来求我 冬田一查 还真被封号了 五亿一分不少地回收 冬田武斗失败过一次 还是没记性 前也装作很冷静 内心已经炸锚 不知如何开口 终于破防承认错误 随后将五亿贷款事故 全部归咎于自己判断失误 只字不提互相勾结一事 伴泽也懒得废话 提前做好心理准备 将你谈何到底 前也夫人早有预感 为大家送点好吃的 请求伴泽看在小发的面子上 不要赶尽杀绝 原来前也炒股赔钱了 刚开始 抱着赚零花钱的想法买了火跳 但不知不觉越买越大 回国神已欠了一屁股债 这种赌徒心里没什么好说的 也不值得同情 出门后 伴奏有点不忍心 毕竟行长家人是无辜的 或许还有更好的办法 随即主动要求调王总部做次长 还有我们融资部 所有下属理想的职位 要是能办到皆大欢喜 最后的最后 还有旅行约定 大和田很爽快 答应前也请求 伴泽可是成功收回武艺的男人 据说你英语不错 顶替伴泽去东南亚 再适合不过了 竹下成功收回资金重建工厂 今晚请客 看谁能把我和破产 正确是不错的 本部的英语 祝你花子 祝你 祝你 帮我回家 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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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不在乱 我感到很高兴 我会很高兴 你会再一起生活 人类被调到一直想去的纽约分行 中西则被调到关系当主任 小田大叔接任半泽融资特长一职 半泽来到总部势不可挡 业绩蒸蒸日上 想一切顺风顺水那是想多了 大和田常务一直想请他吃顿饭 半泽燃起憎恨之火 大和田就是不给父亲贷款的人 金融厅将在本月对银行展开检查 主要调查业务操作是否规范 一旦出现违规银行信誉将大打折扣 总行长要求对各借款人信用判断是否存在问题 同时忧心忡忡 大和田一直对半泽评价很高 闲聊中讲起12年前的合并 重要职位都被就东京第一银行的人担任 我们就产业银行可吃了不少苦头 言外之意想挖拢半泽 私と共に上を目指さないか旧産業時代の威信を取り戻そうじゃないか金沢の地酒だよ君飲んだことあるかね? 確か君の出身も金沢でしたよね? 実家は金沢で小さな工場をやっております もうさぞ大変だろう 父は25年前に高いしました 今後とも力を合わせて 本日は金沢で小さな工場をやっております 本日は金沢で小さな工場をやっております 一家叫伊士島的酒店突然資金運作失敗 亏损120億 負責人孝洪被免職 部長内藤让半泽担任新負責人 两週内尽快填补120億損失 不接都不行 這可是老大旨意 一旦被金融厅抓到把柄 行長会被免職 酒店专屋宇根感覺自我良好 更没打算配合 半泽想把前幾天带给他们的200億收回来 然而錢到了人家口袋再想吐回去 可沒那麼容易 通過調查那家酒店是家族企業 前任社長高堂独斷專行 兒子接任後也無力回天 予根莊物準備趁此機會通過資金運作奪權 結果損失了120億 並且對外宣稱 遵從老社長指示 實則都是他一人策劃 有家白水銀行早早就看出破綻 叫停貸款 而貸款的東喬分行却只交代了表面情況 然後就把200億借了出去 說白了就是銀行內部互相陷害 太系鬥爭愈發激烈 伴責問金橋分行課長一是到200億的事 古里老奸巨華啥也不說 行長被赖才是始作人者 回去的路上遇到近藤來辦貸款 最近他混得很差 還特別忙 由於公司社長和領導都是二把刀無法估算精準數字 貸款沒被批下來 古里作為銀行前同事各種挖苦 回到公司又被老闆填工殉製 也不會拜託熟人暗地疏通嗎 杜珍想起一位老熟人尤山 他現在是白水銀行的融資部次長 半折直言不惠 就想問關於酒店的事 小花作為王牌次長夫人也算站起來了 本次就產業中央銀行太太聚會屬於第一梯隊 行長想撤回200億資金被暗川否決 如果我們撤回200億的話會動搖他們經營根基 這樣就會本末倒置 大和田也隨身符合 半折表示這已經違背銀行原則 無法收回的錢就不應該借出 叫停貸款才能打他們痛處 不僅不歸還貸款 還對我們應對金融廳檢查擺出極不配合的態度肯定有鬼 上次也沒辦法 這是行長的決定 半折親自出馬找到告發伊士島的前會計戶月 問他為什麼不向我們銀行告發呢 戶月苦笑道 你還是太年輕 不是我沒告 而是被你們中央銀行掩蓋 半折請求聯手 將告發掩蓋之人逼入絕境 人家吃過可以失去信任肯定不願意合作 現在基本確定就是板橋分行在搞鬼 酒店社長湯錢主動接洽 也是專門拜託中野行長讓半折負責此事 他倆有過一面之緣 當時自己在大東酒店實習 以主力銀行為首的絕大部分銀行全都發售不管 只有你積極發現重振的可能性 湯錢想重新洗牌 大刀破斧改革 挣脫長期束縛的不良傳統 金藤貸款再次悲劇接近崩潰 半折為了讓他想起從前 必須狠狠打一架 毫不保留的那種 只有這樣才能解除新登的愛意 謝謝 古田被忽悦叫出來喝酒 終於確認板橋銀行掩蓋了此事 半折和靖腾也在 剛才對話全都被記錄 即便知道酒店巨額虧損還是隱瞞一切放了貸款 這小子把柄被拿捏死死的 大家也都清楚 他只不过是个小角色 贝赖才是主谋之一 今晚十点资料 要从金库搬走 时间紧迫 现在就去抢证据 就这样一行人来到板桥银行 金库密码很轻松找到 但没有钥匙跪密码 靳腾经常跑这家银行 闭眼都能背下来了 晚上十点 贝赖到达银行 想跑已然不可能 半则让古田先锁好金库大门 当再次打开 两人以调换好资料藏起来 古田又坏又聪明 岳师小记轻松支走行长 顺便把靳腾的贷款搞定 护月被汤浅社长官赴原职 虽然证据有了 但北赖也不过是个替罪羊而已 大和田才是黑暗中心 金融厅开始对全国范围内 东京中央银行的分行进行检查 银行与金融厅之间的战争 就此拉开序幕 伊士岛酒店无疑属于重点调查对象 酒店近年来持续低迷 上一期出现了时隔20年的亏损 该公司以转变方向 与国际大型旅行社合作 为此还引进了独有的网络预约系统 通过转让东京员工宿舍 及关联企业的持有股份 可填补50亿资金 一旦酒店盈利 不出几年就能补上全部 黑旗暴怒 毕竟以上都是假设 接下来才是正题 刚贷出去200亿 就发现120亿的资金运作损失怎么解释 人家白水银行为什么可以预料到 如果拿不出填补120亿损失的可行方案 我会立即把酒店归为实质性破产企业 这样的话你们银行就要筹集1520亿准备金 贩泽手里的证据 绝不能让黑旗发现 否则银行也要完蛋 只能小心翼翼找到贝赖掏出证据 很明显他早就知道会发生120亿的损失 如果将这份文件上交董事会 贝赖这辈子就完蛋了 就算贝赖想作证 也没办法定罪大和田 他一定可以轻易推翻证词 大和田一看风向不对 立即断为求生 那么大和田为什么不惜冒巨大风险 也要进行不正当贷款呢 不会只为了吃回扣吧 下属小野找到能填补120亿损失的方法 趁浅他爸在酒店有一间美术馆 变败后可得100亿 这是最后的办法吗 黑旗收到线报半泽加油酒店疏散资料 通过视频连线当场检查 小花要自己想办法蒙混过关 这帮人把房子翻个遍啥也没找到 得罪了小花还想走 黑旗别提多尴尬 原来小花嫌爱事 把资料寄回娘家了 浅汤没能说服老爹卖掉美术馆 据第二次听证调查还有19小时 如果没有填补120亿损失的方案 一是倒酒店就会被归为实质性扩产企业 其他科室也前来一起帮忙 据第二次听证调查 还有13小时勉强错过50亿 杜真和靳腾也一起来帮忙 半泽想到逼圣法 让浅汤剥夺他爸会长权利 即便动用人士权威胁董事会 也必须逼他们 想摒弃尘封救俗 就要快刀斩乱麻 转天变更会长成功 浅汤只是和老爸随便说了一句就让位了 这也是老爸一直所期待的结果 美术馆加画作 再加员工宿舍等变卖填补120亿损失 绰绰有余 然而后面还有重振方案调查 伊士岛酒店委托的那家科技公司 被告侵权 一旦败诉会赔一大笔钱 面临倒闭风险 意外事件又让这些天的努力回到原点 宇根一脸开心 就像早知道了一样 大和田也在 已经跟飞机交涉过 如果浅汤愿意放弃家族经营 摸索新的可能性的话 可以延期一年审查 说人话就是退位 让给宇根这个老太婆 从现在起半则 被撤下负责人一职 说一千到一万也没用 人家大和田是常务嘛 可是呢 你要愿意磕头 也许还有那么一点点机会 半则磕头后还能不能继续负责此事先打个问号 挽救科技公司成了当务之急 这是宇根从最开始就计算好的 因为这家公司正是他介绍给汤茜 第三次听证调查 黑旗围绕民权科技公司做文章 现在应该没有时间委托其他公司开发系统了 酒店在科技公司投了113亿 侵权是否成立成为关键点 大和田不讲信用 打算撤换半则 上司内藤极力争取 蛇战群儒不落下风 中野行长也不站出来 说句公道话 然后大和田假借正义之名 提议来场模拟金龙厅检查测验 依据测验结果决定去留 杜真不明白 大和田为什么要这么袒护与根 半则直言 你太笨了 很明显他的目的就是让我们被金龙厅逼入绝境 然后把责任推给中野行长 让他下台 现在我们很难通过检查 如果大和田像就是主一样 让我们顺利通过 便能获得行内压倒性支持 到时中野位置自然不保 酒店那边也差不多 逼汤前社长让位给雨根 还有个坏消息 大和田最近频繁拉拢融资部的福山 就说这人有点本事 模拟金龙厅审讯由部长岸川和融资部福山担任 实质上就是半则与福山单挑决胜负 输了行长走人酒店被霸占 自己也会被流放调职 小花地位一落千丈 福山太太站起来了 从一开始的第一梯队变成多余的人 之后带着儿子去半则家看奶奶 福山这人属于极端理性主义者 收集好数字和数据分析信息后 就算是大功告成被称为调查之审 靖腾最近一直被公司做假账困扰 通过追查发现社长坚守自导 将3000万转贷给一家叫拉斐特的公司 抱着为公司奉献一生的想法 主动搬到更差的员工住房 甚至连孩子上补习班的钱都拿不出来 然而社长嘴硬就不承认 并且准备把他调到更远的地方 金龙厅模拟测验当天 如果伴泽的回答不尽人意 就会被福山的取代成为酒店新负责人 大和田特意前来观战 反正都是谋划好的无所谓 双方准备好预案和资料 由福山率先发起质询 第一题 酒店至今为止 投资的113亿的损失打算怎么填补 伴泽回答方案现在不能说 再问就是秘密 这可把大和田逗乐了 心想没有就说没有呗 第二题 伴泽发问酒店经营方式和人选 福山列出各种精确数据 人选方面当然推荐乙根庄物 他在酒店当了25年以上会计 只要削减成本就能提高收益 如果站在飞机角度来看的话 福山肯定赢了 但伴泽很简单的一句话 让对方彻底误语 你见过乙根庄物吗 你所推荐的下任社长 不会都没见过面吧 福山傻傻地反夺 我从暗川那里了解到 雨根庄物的想法和人体都没问题 伴泽骂他是脑残 你个平板战神 谁给你的勇气说出这种话 致使酒店粉丝 那120亿的罪魁祸首就是雨根 不信你问问旁边那位 不承认你可以去一趟 问下汤钱社长 对了 汤钱你也没见过 你所看的准备 經常說 但是 我愛你 我會無聊 我會無聊 半泽老妈告诉小花 儿子竟然和杀父仇人在一起工作 近藤为了公司偷偷跟踪拉斐特女社长 来到一间豪宅 竟然是大和田他们家 这就说明近藤所在的公司 与大和田可能存在不正当行为 金龙厅最终听证调查即将开始 时间回溯到42小时前 近藤发现女社长地址 但门牌上写的却是大和田 五年前金桥分行带给近藤所在的田工电机三千万 带出后又流入拉斐特女社长那里 原来他俩是夫妻关系 这种迂回贷款属于诈骗行为 并且当时发放贷款的金桥分行长正是现在的安川 也可以直接理解为 大和田为了把资金导入自己妻子的亏损企业 利用了田工电机 安川只是个工具人 如果近藤能弄到公司社长证词 就有逼宫大和田的证据 伴泽找到拯救酒店唯一方法接受原告福斯特酒店注资 就是之前告明权公司的那家企业 汤浅接受不了 怎么能把自己公司卖给对手啊 伴泽也很无奈 但这是最好的方案 我朋友正全力说服他们接受更好的条件进行投并 前提是社长必须由你担任 这样我们就能将他们人才和技术收入囊中 虽然有可能会被吞并 但现在生存下来才是唯一目标 不是吗 回去时碰到宇根 两人谁都不服 必须办到底 董事会上 大和田极力要换掉汤浅社长 让宇根上位 事先咨询过金龙厅黑企 如果提议能实现 就可以一年后再审 安川提议撤销伴泽酒店负责人一职 大和田突然发怒让他闭嘴 实际上两人在唱双簧 人家伴泽可是行长认命的 赶紧给老子闭嘴 中野行长说实话挺窝囊 明知针对自己也不敢吭声 立即没找到任何200亿贷款资料 展开24小时监视 原来伴泽早早就把证据 藏在银行地图里不存在的机械室里了 随时需要随时拿 福斯特基本同意 让汤浅担任社长 万事俱备 只等最后决定 半则派属下去送某种东西 被福山看到 宇根担心那个男人有杀手锏 大和田还真有点担心会翻车 三人把该做的都做了 近藤明天向社长求证 公司到底能不能回到正轨 妻子已经提前做好搬家准备 小花也面临同样命运 即便离开总行也无所谓 生活不能天天围着银行转 不是吗 最终听证调查当天 还没收到汤浅最后答复 不知道是谁把信息泄露出去了 金融厅的人从早上开始 封锁了地下二楼机械室 中野行长突然出席顶替大和田 近藤摊派社长 我们现在经营困难 借出去的三千万还没归还 钱肯定与大和田有关吧 半则陈述酒店信用 以及应对计划 K7根本不买账 全都不认可 既然你觉得计划不能实现 就要具体指出 到底哪一点没有可行性 酒店业绩正稳步回升 是不争的事实 K7想插嘴完全不给机会 气得K7把话题转移到民权公司 最新预约系统肯定用不上 投资亏损113亿损失怎么解决 这次半则竟然啥也没说 也不打算反驳 K7一脸问号没反应过来 难道让汤浅让位已成必然了吗 当然不是了 不反驳不说话 不代表就要接受 上一秒民权的问题已经解决 伊士岛酒店已正式加入 美国最大连锁酒店 福斯特旗下 汤浅社长同意注资合并 福斯特首次注资增加资本200亿 伊士岛酒店今后将共同使用预约系统 再加上拥有3A级福斯特资本做后盾 酒店不仅摆脱危机 还直愣起来了 感谢飞机检察官 帮我们免费指出这么多问题 美女还真不行 但别忘了 还有地下二楼 一旦发现200亿违规贷款资料 弄不好银行直接倒闭 大和田慌了 问岸川什么情况 岸川老瓜子 汪汪响也不清楚 另一单近藤知道所有事情来龙去脉 五年前 田工社长抱着绝对安全的心理 跟大和田合作 但很快出现了问题 之后为了自保 全推给了社长 社长咽不下这口气 与大和田摊派要钱 然而大和田根本不养他 就不还直接挂电话 那么问题来了 要不要跟我联手 收回那三千万呀 你只要把所有的事都告诉我 签字代账交给银行 就这么简单 社长有点小感动 问近藤 为什么要冒险这样做 选择了 伴泽一开始就预料到会这样 东西还在这里 只不过没放在显眼位置而已 所有危机全部解除 靳腾顺利拿到证据 接下来把全部精力放在攻略大和田身上 大和田可不是等闲之辈 掌握着人士调派大权 以升职为条件 让靳腾不要公开证词 任何部门只为随便选 只要你不说 剩下的交给我们来搞定即可 靳腾回到宿舍告诉妻子终于能回银行了 转天伴泽向行长提交大和田罪证 唯独缺少田工社长证词 行长提醒 一旦失败你要做好最坏打算 三天后 董事会上将作为议题提出 杜珍收到消息 靳腾要回银行宣传部 伴泽在舰道馆等了一整天 深夜终于现身 不需要解释 换衣服打一架先 伴泽说了很多银行规则 除了和钱打交道 就是不停转制调理 而且每次调动都会让家人苦不堪言 靠自己力量实现梦想 没任何问题 这不叫背叛 为了重振田工电机 已经拼尽了权力 如果我是你 也会做同样抉择 不管是谁都要活下去 不是吗 没了田工证词报告 就是碎纸一张 如果威胁金桥分行长 或拉拢女跟庄务 也许还有机会 但那样做 就与大和田没啥区别的了 上次接到金融厅黑器投诉 按川打算 下次董事会上对半则进行处分 行长给出提示 银行职人最重要的是能力 报酬是次要的 不以人为本 赢不了那男人 回到大和田转贷三千万这件事上 这点钱对于银行董事而言 根本不在话下 问题在于他为什么要进行转贷 或许这就是突破口 金腾虽然不能提供证词 但不是还有别的办法吗 半则他俩可没有这么小心眼 时间紧迫别傻站着了 赶紧过来一起找证据 半则决定拉拢宇根 虽然我们想法与做法不同 但拯救伊士岛酒店的心情都一样 大和田则不同 没好处拍拍屁股走人 不用承担任何责任 宇根承认损失120亿时的意外 但被大和田利用了 话只能说这么多 你可要小心点了 时间再回到25年前 半则老爸死后 大和田前来吊咽 小半则听到大和田通过善用 让老爸老妈抵押了土地 董事会决定对半则进行处分 估计被调往东京中央证券 半则通过扶山平板 找到告密黑气证据 原来是岸川和黑旗在背后捣鬼 与大和田无关 大和田再坏也不会让银行倒闭 这就说明岸川已背叛 背叛原因估计是被黑旗抓到了什么把柄 如果今天能掌握岸川和黑旗勾结的证据 同样可以扳倒大和田 小花在服装店看到岸川太太心事重重 大和田主动要办得撤回报告 但是想多了 临走时嘲讽 再找工田社长 要一份证词 不就好了吗 这样我和靳腾就都完蛋了 小花送吃的同时 带来一本间谍笔记 潜入银行夫人聚会 把所有聊天记录全写下来 尤其岸川夫人正在为女儿结婚范畴 结婚对象貌似是金融厅的 半泽突然受到启发 扭头就跑 来到岸川家掏出转带和酒店告发报告 希望他能当一回好人 在董事会上认同这份内容 不愿意 那就恭喜千金洗劫良缘 岸川慌乱之际 竟说出女婿是黑旗 隐瞒私人关系 互相勾结可是重罪 之前一直以为黑旗与大和田勾结 没想到是你小子啊 这样就能解释得通 为啥叛变大和田了 如果把这件事爆料给媒体 千金将是最大受害者 具体怎么做你心里应该清楚 出门在于黑旗 看样子不是真心想结婚 明示让老丈人下岗也没问题 董事会当天 半泽发表关于金桥分行意见书 上月伊士岛酒店贷款200亿案子中 金桥分行的贝赖和鼓里各长知道 该酒店会出现120亿损失 却装作不知情将其掩盖 最后批准了200亿贷款 导致我行在金融厅检查中 面临重重困难 贝赖分行长表示 自己只是按照上一行事 而下达这个指示的人 就是大和田长沐 然后再利用羽根让行长下台 不承认再说另一件事 五年前为田工电机提供的3000万贷款 这笔钱贷出去后 立刻被转接到你妻子公司 当年你受益金桥分行长 暗川淡的这件事没错吧 就凭这点董事会就能定罪 大和田不以为然 凭什么要诽谤我 你有证据证词吗 没有就代表没发生过 银行给田工电机贷款的时期和时间点 和自己妻子公司借款的时间刚好一致罢了 剩下的完全不知情 最近考虑将其直接转为出资归还3000万 半则质疑 田工电机现在自己都资金不足 改为出资对他们来说 跟打水漂有啥区别 你太太服装厂亏损严重 心里没点说吗 你拿头还3000万呀 既然如此请说明还款资金来源 我的职责就是追踪资金流向 你太太五年前就以背负1000万债务 于是开始求助地方高利贷 大和田反驳 积用钱不很正常吗 正常的锤子 难道不知道你夫人借了多少家银行吗 她现在的债务已经超过一亿 我们也调查了你名下所有账户 居然是附属 现在把你家豪宅卖了 还负债5000万的老大 大和田破坊死不承认 该说的也都说了 随后半则把矛头指向所有高层 大概意思是 银行内部腐化严重 有问题就推给别人 颠倒黑白循环往复 谁都不想担责任 成天想着党同伐异自相残杀 下属都看上司的脸色 这样的银行毫无前途 在场所有人鸦雀无声 进入最终决断环节 行长一针见喜问 当事人暗川怎么个意思 现在局面清晰明了 暗川认不认同这份报告 将左右两人对错 最终暗川选择认同 鼓起勇气 把没提到的细节全盘拖出 这回可不是演戏 两人获出老命 互相掐架 气势上暗川碾压大和田 以为这就完了吗 别忘了 还有必不可少的磕头认跌环节 记得如何 覚えてらっしゃいますよね 隐蔽を指示した人物が あなたなら 私に土下座をして 詫びていただくお約束でした 常務ともあろうお方が 約束を破るつもりじゃないでしょうね 土下座をしてください あなたにもお申ししていただく やべえ 大和田 暑日後 大和田做好被抛弃的掘物 等待调理 行长解除常務董事 继续担任董事会成员 给出的理由是 银行职员不应该看钱 而是看人 暗川被迫辞退 按照功劳来讲 伴则可能容胜副部长 甚至进董事会都有可能 其实行长调走大和田很简单 但这样还是会出现 第二个或第三个大和田 通过拉拢这个就产业首席 将他的所有势力 全部纳入囊中才是目的 也许行长才是颠倒黑白 循环网附内人 不是吗 半沢 今回は本当によくやってくれた 盗取として礼を寄せてもらう 君に事例を伝える ぜひとも受理してもらいたい 半沢直樹 東京セントラル証券への 出航を命じる どうなったんだ 半沢 出航か 飲みにでも行くか 大沢 出航 Rudyard 出航の建筑